眼镜后面藏着一双大眼 脸上也经常挂着 全两颗门牙的微笑 这就是生生最招牌的表情 从小被诊断出 有肢体发展障碍 从去年九月开始 在巴德天使发展中心 接受一年多的学生 现在无论是自己拿袜子去放 还是用筷子夹菜来吃 一点点小动作 看在妈妈眼中都是相当大的进步 几乎很多 其实几乎会觉得 好像常常都看到的都是惊奇的事情 对啊 像说话来讲的话 之前是可能基本的爸爸妈妈 或是一些一点点的短句不多 那些话真的很少 可是他现在可以说成一句的了 而且他的记性变得很好 也会表达 然后他走路上面就成长更多 对啊 还会翻根都什么 都是我们看到的 都很开心的事 在学校学习的状况也相当良好 不过在学校看老师 回到家中就要看家长的功力了 在家做附件是生生最容易耍赖的时候 尽管会不舒服 但妈妈还是得坚持下去 任凭他哭得再大声 每个动作还是要求到位 那现在哭就很大声 好 那这样子 这样子算啊 这样子要抱头这才算啊 落差真的还蛮大的 真的老师才是他们的那个神一样 对 回来的话就差很多 可能有时候就先 一开始是先用软性的 可能就是吸引一些他注意 或者用游戏的方式 再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会强硬一点啊 对啊 可能还是会有惩罚 所以他每次一哭 他也可以哭半小时啊 对啊 然后我们现在都有 试着就很新一点啊 就给他哭啊 不理他这样 对 家长要坚持 除了耐心与毅力 还经常面对 长辈与亲人的压力 能够持续下去 漫飞天使的进步 才有希望